大家好,这里是江秋夜读。 咖啡与茶虽然都是时下流行的饮品, 但是一个出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 看似没有交集,但是由于两者都有提审作用, 所以会被拿出来比较。 生活中,喝咖啡的大多是年轻人, 而喜欢喝茶的,以中老年人居多。 当不同年龄段的人遇上, 多少会在饮品上产生摩擦。 年轻人认为咖啡洋气,能提神醒脑,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气味独特。 但是,喜欢喝茶的人,会觉得茶叶营养物质多, 更养生,长期喝有助于身体健康。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咖啡、茶和寿命的关系,震惊所有中老年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支持和评论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如果你感觉疲惫,需要提神, 你会怎么办? 喝咖啡还是喝茶?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两种提神饮料。 在西方咖啡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茶的存在也让东方人觉得骄傲。 但喜欢喝茶和喜欢喝咖啡的人, 却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都表示自己更加健康。 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哪个更健康? 1.喝咖啡的好处 1.延长寿命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发现, 与不喝咖啡相比, 每天喝适量咖啡与更长的寿命 和更低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 无论你喝的咖啡是否含有咖啡因, 无论它是研磨咖啡还是速溶咖啡, 都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好处。 对心率失常的分析发现, 线磨咖啡和速溶咖啡 与降低心率失常风险有关, 但在饮用不含咖啡因咖啡的人中 没有发现类似益处。 对心血管疾病的分析发现, 饮用上述三种类型的咖啡 都与心血管疾病发生率的降低有关。 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 饮用研磨咖啡、速溶咖啡 和不含咖啡因咖啡的人 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 分别降低了20%,9%和6%。 2.降低糖尿病风险 中国营养学会的食物与健康 科学证据共识指出, 适量饮用咖啡 约每天一至二杯中杯美式咖啡 可能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 国际糖尿病联盟、 美国糖尿病协会等机构 也认为, 糖尿病患者可以适量饮用咖啡, 但要注意别在喝咖啡的时候 摄入太多天价糖。 3.含有强大的抗氧化剂 这种饮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食品或饮料 含有更多的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有助于降低炎症 并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侵害 自由基会损害DNA 咖啡中最丰富的抗氧化剂 包括多酚和氢化肉桂酸 它们都能减少氧化硬剂。 4.咖啡因可提高能量水平 大多数人早上都喜欢喝一杯咖啡 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警觉。 咖啡能刺激中枢神经系统 帮助对抗困倦和提高注意力。 咖啡因会阻止腺肝的活性 腺肝是一种让我们感到昏昏欲睡的神经地质。 这种反应导致多巴胺和血清素增加 这两种化学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水平。 2.喝茶的好处 据现有的研究和调研表明 喝茶对人体健康有积极作用。 喝茶或者适当多喝茶 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脑醋重、 心血管疾病、卵巢癌和胃癌的发病风险。 一项十万人的研究 更说明 爱喝茶 心血管风险更低 更长寿。 这项研究 共随访了十万人 中卫随访时间长达七点三年。 他们的研究发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中 与没有饮茶习惯者相比 饮茶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时间延后了一点五六年 预期寿命延长了二点一七年 并且男性比女性的获益更加明显。 茶叶中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如茶多酚、咖啡因、氨基酸、维生素等。 其中茶多酚是茶叶的主要成分 具有辅助抗氧化、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减少氧化损伤、保护细胞健康。 此外 茶叶中的儿茶素、茶氨酸等成分也具有抗氧化作用 能够预防老化、增强免疫力。 茶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 这些物质具有抗氧化作用 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 减少血管内皮细胞的氧化损伤 从而保护心血管系统。 茶叶中的儿茶素和咖啡因等成分 可以促进心脏的收缩力和心率 增加心脏的供血量 有助于提高心血管系统的功能。 茶叶中的茶碱和茶氨酸等成分 可以辅助扩张血管 辅助降低血压 减少心脏负担 从而保护心血管系统。 喝茶可以促进代谢 辅助降低血脂和胆固醇 减少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生 预防心血管疾病。 你适合喝什么茶? 中国地大物博 茶叶种类也多 红茶缺寒暖胃提神 绿茶清肺养生延缓衰老 乌龙茶解腻减肥 黑茶营养助消化 每种茶的营养和性质都不一样 也造成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茶 下面简单总结一下 看看你适合喝什么茶 脑力劳动者 适合茉莉花茶、绿茶 体力劳动者 适合乌龙茶、红茶 经常开车或空气质量不好 多喝绿茶 久坐不运动的人 绿茶、花茶 烟酒不离手的人 多喝绿茶 喜欢吃肉的人 喝喝乌龙茶 有便秘烦恼的人 蜂蜜茶 胆固醇过高 血脂树高的人 乌龙茶、黑茶、绿茶 三 那么喝茶和喝咖啡 哪个对身体更好呢 上午咖啡下午茶 抖擞精神似神仙 你可能没有想到 咖啡喝茶可以续命 真的不是一句玩笑 一向柳叶刀子刊 发表的研究便发现 咖啡和茶共饮 能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最多能降低 22%的全因死亡率 两种最日常不过的饮品 竟能合作抵御老化 这究竟有什么原理 研究人员数据表明 对于那些每天喝茶的人来说 其全因死亡率 会随着咖啡摄入量的增加 呈现U型变化 具体到数据上 每天喝一到二杯咖啡 和二到四杯茶 不仅使全因死亡率 降低了22% 心脏 呼吸疾病风险 也下降24%与31% 且比单独摄入更加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